Hello 大家好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oli 中蝙蝠 相機 這部是Loli 它的焦距是135 最大光圈是4光圈 這裡你看看 這裡有測光錶 如果你想知道測光是否正確 那你怎樣去控制呢 左邊這個測輪 其實就是控制光圈的大小 而右邊這個就是控制 它的快門的速度 最高速是500 然後250 125 60 30 15 而出來推 去到1秒 接著就是B 發門 至於它怎樣去用這個東西呢 你看到這裡動兩邊的時候 一個就是動支針 另外一個就是動數字 你要調教的時候 你要看 這裡 在這裡 現在呢 在這裡有兩個位置 一個是紅針 一個就是黑針 那你動這個 這個栗子的時候 它會看到這個紅針會動的 紅針和黑針 跌起來就對了 在這裡有一個讀數 就是10 那為什麼要看紅色呢 因為這裡我撥到紅色的點 對回應 那你就要調教 這個是對的 你可以再因應 去調教 兩邊調教 快門速度 以及這個光圈的尺寸 那你拍的時候 這個就是 攪盤 這個就是上菲林 那這邊就是 兩個按鈕很接近的 在這裡的扭 你會看到 這個位置 向前向後移動 那這就是一個 Focus 的作用 而上面呢 這裡可以 Loli 都可以打開的 看到這個打開了 那這裡呢 就可以 拿來 在這裡放進去 那就算外面很光 也好 都是有東西遮擋一下 然後看到的 那也是一個放大鏡 那你要對焦 知道對得準不準的時候 然後呢 就用一個放大鏡 那這裡 那這裡 看到一個放大鏡 那這裡對焦的時候 就可以 用這個放大鏡 這個原理的放大 那還有這個蓋 可以拆到出來的 那這個甚至可以揭開 換不同的 光圈 那這裡 這個是 揭到熱象的 光圈 OK 那這個 這個大致上操作就是這樣 那我們 試一下 那這個就是Shutter 那它很輕的 這個鏡間快門 很輕的 OK 還有一樣是有 Timer 即是自拍劑 而菲林 就是在這裡 裡面 裝拆了 在這裡裝拆了 首先呢 就把 菲林 空那檔 放在上面 然後 油菲林 就在那裡 穿過來 然後上回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不時會有攝影器材的介紹 分享到網路上的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 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 就是 分享出去 譬如說 短片 這麼短的時間 未必說 可以詳細地 講解到 每一樣器材的 細緻的部分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親自上來 我們尖沙咀 黑一道 來衛生日大廈的主店 或者是香檳大廈的分店 都可以的 我們有店員很樂意跟你一起研究 以及分享心得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